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第七品 第七品是观三相品 观三相品我们昨天讲了 引力广说和以教证总结 引力广说破有微法和破无微法 还有以制止圣教相位 第一个破有微法也是破生诸灭三法相 然后以这个法相能破除其他的实相 那么这个我们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中破和别破 那么中破方面分三个方面 分三个当中第三个 也就是观察有无其他法相 观察有无其他法相的话 我们分两个方面 以太过而破和以断除过失而破 分两个 第二个断除过失而破 我们昨天有分两个 第一个断过和第二个断过 断过失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分对方说过失和对方 我们沐浩仁波切里面说是离过之大 远离过患 他们自己对我们回答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破他分两个方面 然后对方说过 也就是对方对中观说 他们说我们没有过失 你没有过失 当时对方我们昨天也讲了 他们说尤其是正量部吧 正量部他们认为一切有为法 他怎么样产生的 然后这个圣他具足怎么样法相 这个问题上面他们已经回答了他们的观点 然后说我们宗观派给他们说的过失是没有的 当时这样说的 然后我们断除他的过患 昨天破生生根本生已经破完了 然后破根本生生根本生也破完了 那么今天讲破比二之大 破出枪面的这两个回答吧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说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说你们根本生生生生生就是根本生 他们《俱舍论》当中所讲到的有不重的 各种法相和随法相的观点吧 这个观点我们昨天已经破了 以什么样的方法破了呢 说你们自己说是根本生从生生当中产生 这样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根本生它自己的来源 你们称为是说是生生 所以他自己的本体都不成立的话 在这个当中怎么回事呢 产生呢 比如说是女儿子他的本体不成的话 在他当中产生其他的物不可能的 然后从生生当中产生根本是不因利那样 然后根本生当中产生那个生生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你们自己承认是依靠他而成立的 这样我们昨天用两个颂词破了对方的观点 那么下面对方如果这样说吧 说是以这样的次第而产生 我们说的也是觉得不合理的 比如说根本生产生生生生生生生成根本生 他是以次第性非同事的情况下这样产生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两个是同事的 为什么呢 我们那个经部宗承认是 有部宗承认是三世世有 未来过去三个世间 《居士论》当中也是他们独特的一个观点 小乘独特的一个观点 就是未来也存在 现在也存在 过去也是存在 正因为我们承认三世存在世有 三世存在世有的缘故 产生产生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比如说现在根本产生当中是未来的生生 现在的根本生当中产生未来的生生 未来的生生当中他引发什么呢 他引发他的未来的根本生 他们以这样的一种 比如说互相 也就是说是同一个世间当中 他们说是 这也是一种同事 实际上我们看起来 它也并不是一种同事的关系 但是他认为在现在的时候也是未来的得损 或者未来的时间 现在都是可以存在 因为有部宗那天我们学《居士论》的时候也是知道 他说未来的法就像是排队一样的 现在都是已经存在的 然后未来的法 只不过来到现在 是他已经换个位置而已 已经存在的 这样的话 他意思是 现在的根本生产生未来的生生 然后未来的生生就引发现在的根本生 就是他自己循环过来 他们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龙猛菩萨在这里 破斥他们的观点 他怎样破得呢 若必尚未生 而能生敌法 你们说未来的这种生生 还没有产生 如果他还没有产生 而依靠现在的这个法 依靠现在的根本产生 能产生他的话 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如而言 真生是 彼生可成立 他这里有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计较他 讽刺他的一种语言 你们所说的现在正在产生的根本生 产生他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所说的现在正在产生的根本生 产生未来的生生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可以里面是 真正是不是他们答应是可以呢 并不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现在正在产生 实际上他的事业还没有圆满 没有圆满的话 正在产生也实际上 他自己都是成了一个未知数 成了一个未来的产生和没有任何差别 正在产生 为什么呢 我们任何一个事物 或者是这个事情完成 或者是没有完成吧 那么没有完成的话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 正在产生 他产生的事业完成没有呢 我们可以说正在产生 他的事情是没有完成 既然没有完成的话 那就未生 他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 因为他生的事情没有圆满 没有圆满的话 他就未生 任何一个 哪天我们去不去 或者是来不来 然后去和不去以外 正在去的现在根本找不到吧 这样的话 他们认为正在产生就是根本生 然后根本生当中 未来产生是生生 他觉得这种是已经合理的 但是我们如果去观察的话 这种肯定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不合理呢 因为正在产生的话 他的事情没有圆满 事情没有圆满的话 实际上是跟未生和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是一生 或者是未生以外 正在产生的这样的 当然我们人们的一种世俗的观念当中 还没有生完的 也不是 还生完的也不是 正在产生 比如说种子在这个苗 正在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分辨量当中是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进不起任何观察的 为什么呢 正在产生或者是他的苗牙已经出来了 或者是没有出来 除了不出意外 有没有一个第三品无敌在这个苗牙上发现 这个根本不可能 如果我们用世间的最细微的刹栏来观察他 那也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说他下面那个多目菩萨破他的时候 正是你们所正在产生 产生就是他的法都是可以成立 但可以成立的意思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颂词的意思都是好像表面上是不是已经成立了他们的观点 但不是这样的 他说是如果假使说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真的是有这样的话 都是可以的但是根本是没有的 所以龙牧菩萨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正在根本产生的法当中要生生等其他法 真正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都是可以的 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以这种方式来破 这是刚才破第二之大案 就是这以上已经讲完了 然后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出国 就是第一个出国和第二个出国 一般第一个出国主要是针对那个 不会成为有为法是无穷的 虽然是他是有为法 但是不会成为他的法相无穷 主要是针对这个来宣讲的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那天罗里说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法相无穷了 或者是他的法相都变成了无为法了 他针对他的法相变成无为法 可能是从这个方面来破斥的 就是第二个出国吧 那么第二个断除过法也是分两个方面 说对方说的过失和断除过失分两个方面 那么对方说的过失也就是说对方的回答 其实孟仁波切说的很对吧 我们总管破他的时候 对方金波众他们这样回答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 如等能自造也能造与弊 生法亦如是自生亦生弊 这个主要是金波众的观点 全职哥伦巴就是撒迦派的哥伦巴 他在他的诸书当中也说是这个书 主要是金波众的观点 那么金波众对宗观进一步地辩论 或者澄清自己的观点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你们上面对我们讲 或者他的法相无穷了 如果有为法有三相有法相无穷了 或者没有法相的话已经变成无为法了 那么这两个过失我们自己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法实际上是他能产生他自己 也能产生其他的法 我看刚才前面的字面上的解释应该可以懂吧 应该可以 有时候字面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以后可能大家看那个讲也比较好懂一点 他对方这样说的 一切法应该有各种情况 所以法相无穷的过失也是没有的 然后他的法相变成无为法的过失也是没有的 金波众是这样 他为什么呢 他通过一个比喻 因为我们要安理一个比喻的时候 比喻是双方都应该成立的比喻 如果双方都不成立的话 这个比喻是不成立的 双方不承认的话 这个比喻是不成立的 然后他通过一个比喻来这样说明 他说是 如灯能自找也能照一笔 比如说我们的灯火 我们这个灯火点灯他自己的话 自己的黑暗全部能遣除能照亮自己 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 不但是他照亮自己 而且除了他自己以外的瓶子 柱子等等其他的东西 我们通过灯也是能照亮的 就是这样的 如灯他这里这样说 如灯能自找也能照他法 也能照其他的法 生法亦如是 自生亦生彼 他我们一切万法 他的产生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柱子他是有为法 然后这个有为法 他依靠因缘具足以后 他自己的本体也可以产生 然后自己的本体以外的 还有他的法相 也就是说生住灭的生生 他也可以产生的 也就是说自己和他法可以生的 然后自己和他法生完了以后 再不会变成无穷的了 他们意思的话就是说 因为一切法他有这两个特点 一方面他有为法 他自己的本身 因缘具足以后可以产生 然后还有他的法相 第二个法相也可以产生 然后除了第二个法相以外 再没有了 生生以后再没有了 所以比如说根本的安住 他可以自己安住 他的也是一个法相 然后不但是他能安住 而且他的法相也能安住 住住可以安住 然后他灭的话 不但是有为法他自己灭进 而且他自己的法相 到时候也是会灭进的 这样的话生住灭 他有这种法相 因此他们进步中的 对方的观点的话 他们认为 像通过灯火的比喻来的话 那么一切万法应该是十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产生 他的产生 用什么地方来推理呢 就是他的法相来推理 一切法应该有 他有存在安住的时候 这也是通过他的法相来推理 一切法他有一个毁灭 所以三个法相应该承认的 然后一切法的本体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进步中认为一切法的 圣住灭的三个法相肯定成立的 就像是灯火一样 灯能照亮自己的本能 也有照亮其他我的特点一样的 一切万法也到法相之间 他们有这样互相产生的能力 他们对方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这就是他们说生法 产生的法如灯能自己照亮 也能照亮其他的物责 一切有为法的产生也是同样的 能产生自己的根本身 也能产生他的第二个生生 然后他的猪啊灭啊 这些也是以此类推 他们对方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下面我们破他们这个观点 破除过失 那么破除过失也是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比喻不成立 第二个是意义不成立 因为他们刚才用灯火来比喻 第一个是比喻不成立 意义不成立 然后比喻不成立分两个方面 断除除暗不成立 然后以极其过分而破 和除暗不成立而破 应该这样吧 断除黑暗不成立而破 和极其过分而破 以极其过分的道理而破 除暗不成立而破 就是除暗不成立而破 分这两个 然后除暗不成立而破 除暗不成立而破分三个方面 然后照亮黑暗不成立 照亮黑暗 也去除黑暗吧 去除黑暗不成立 去除黑暗不成立 然后等暗同时不成立 灯和暗是黑暗的暗 等暗同时不成立 然后灯暗不除更不合理 灯和黑暗不接触 不接触更不合理 分三个方面来破的 那么第一个 去除黑暗不成立 然后等暗同时不合理 然后等出暗更不合理 分三个方面来破的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去除黑暗这个是不成立的 刚才他们对方说是要通过去除黑暗一样 就是他这个比喻里面有这么一个吧 那么第一个 去除黑暗不成立 灯中自无暗 诸诸一无暗 破暗来明照 无暗则无暗 他这里说 你们说的灯中 当时去除黑暗的这个比喻不成立 为什么呢 灯灯中的话 自己都根本不会有这个黑暗的 灯火本来都是光明的本性 所以他自己照亮自己的话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他自己的本体根本没有黑暗 照亮什么 就是遣除什么黑暗 就不可能的 然后还有灯 他遣除其他的这种黑暗 就是也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灯它具足的地方 就是不会有黑暗的 不会有这个黑暗的 黑暗那个具足的话 那么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但是灯存在 灯发生的时候 就是黑暗就是根本没有的 所以他意思说 灯它自己自体是没有黑暗 然后灯的处处 它处的地方也没有黑暗 那么所谓的破暗 遣除黑暗的话 能照亮才叫做遣除黑暗的 但是没有黑暗的话 怎么会是有照亮呢 根本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从字面上解释的话 所谓的遣除黑暗也是 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气而已 实际上就是遣除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电灯 觉得怎么会是 它不出黑暗呢 经常里面都是有了电灯的功德 所以现在都是不是黑曲曲的 这就是它的功能 但是为什么龙猛菩萨 就是夫人我们的密言和事实现象 如果我们眼睛眼耳鼻舌身全部是正亮的话 佛陀没有必要说正亮了 所以我们看见确实是觉得灯出黑暗 但是一例观察的话 未经观察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的 这一点可以成立的 但真正经观察的时候 灯出黑暗是没有成立的 灯它自己也是不会有 它处的地方也是不会有的 那么所有的遣除黑暗 在这个地方必须要破除黑暗 才这样叫的 但是灯的诸位和灯它自己本体当中 本来没有黑暗的话 它为什么遣除呢 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遣除的 所以无暗再无照 那么你们第一种说法 就是根本不合理的意思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灯和黑暗同时不合理 如果灯和黑暗 那么我们这是这样认为的 灯和黑暗同时存在 然后就像两个人打架一样 打架以后 因为两个人都同时存在 然后一个人打败了 一个人开始失败了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想法当中 好像黑暗和光明先同时存在 然后他们通过打架以后 然后黑暗已经失败了 然后它就已经抛作了 我们这个想象当中可能有这样的 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此灯 此灯出生时 真生时吧 就是正在产生的意思 就是出呢 就是改为正 就是正在产生 此灯出生时不能寄于暗 云和灯生时而能破于暗 那么我们现在灯火正在产生的时候 正在产生的时候 它根本不能寄出于黑暗的 它根本没有见过黑暗 因为灯没有产生的时候 也许可能有这个黑暗的 但是你灯正在产生的时候 所谓的黑暗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它根本没有见过黑暗 也可以从这种世界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黑暗根本是没有的 云和灯生时而能破 那么这样的话 你们为什么说灯产生的时候破除黑暗呢 因为如果真正是要破除它 遣除它的话 这两个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以后 才可以遣除这是合理的 比如说两个人住在一起 然后另一个人实力比较大一点 让他遣除的话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黑暗和光明和黑暗 它并不是互不并存的一种显微 这样的话当火一点生起来的时候 黑暗早就已经孝顺离尽了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凭什么道理 说是以灯火来遣除黑暗呢 灯火在的时候 他的对方变成已经是女的儿子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他根本旁也没有碰过 根本没有接触过 根本没有看过 这样的话那怎么会是能遣除它呢 根本所谓的十几亿以上的遣除 根本不合理的 所以他这里说 灯火正在产生的时候 它根本不能出击于黑暗 如果它不能出击于黑暗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说是正在产生的灯火 能遣除破除它的黑暗 这种说法就是 我们说是珠子打败了十女的儿子一样 因为珠子存在的时候 十女的儿子从来都是没有形成过一样 当它的本性成立的时候 令黑暗的本性根本不可能成立 当然我们未经观察的情况下都是 刚才这个屋子里面是黑的 然后我拿着灯以后就开始照亮了 这个时候黑暗就跑了 可能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这个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 窜息里导致的一种现象而已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迷乱 因此我们如果中观的这个道理 真正深深地认识到的话 实际上很多所作所为的这些迷乱的现象 全部是在这个灯火 为什么说是一切时间就是这个灯火呢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我们言而弼色声所见的 所听到的 这些全部是假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毅力观察的话 自己也是知道 原来我感觉的这种快乐 也是不一定是真实的 原来我感觉这个前处 原来我感觉所有的这些迷乱 各种各样的这些迷乱 全部根本在本体上是不成立的 这不过是我自己正在做梦 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有光明和黑暗 实际上对心觉的人来讲 这不过是当时他的迷乱显现面前确实是有的 当时做梦的迷乱的意识面前 也有黑暗 也有光明 当时光明已经遣除了黑暗 他自己也觉得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怎么样去制作的话呢 作为一个心觉的人来讲 只不过是他的迷乱的一种梦的显现 能去说去全部是他的一种支配下 就开始显现而已 实际上是不存在一样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道理应该有一个甚深的认识 只有这样才对自己的自信本体方面也会有所认识的 而且对大慈大悲的佛陀和黑暗的这些传承书师们 所开发的这些佛教的教言 也生起不共的信心 非常有必要的 下面就是说 这是刚才讲灯火同时不合理 同时我们看也不合理的 同时接触是不合理的 同时接触不合理 同时没有接触的 不接触也是遣除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我们肯定很多人是刚才这样想吧 他们两个同时都是没有的 也没有接触过 黑暗和光明肯定没有碰过 但是黑暗和光明既然没有接触过 但是没有接触的情况下 他是这样遣除的 这种说法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下面说 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应该是第三个问题 是不是 等不出黑暗遣除更不合理吧 讲这个问题 等若未及暗 而能破暗者 等于此间则破一切暗 他说 如果我们说他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也是遣除的话 等如果没有接触 没有出击黑暗 而能破除黑暗 如果你承认这样一个观点的话 那么这个灯在这个世界当中能破除一切黑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破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屋子里面的小小的灯 能够破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黑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破的 那么如果你说这是有一些条件和原因的 有些是可以破 有些是不能破的话 那么这个能力所理等同的这种因 一次可以破吧 一次可以破 那天说 如果一塌而产生的话 一切当中一切产生 黑暗当中也是光明可以产生 那么对方如果答应有差别的话 同样的道理就是他的行之塌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对方不成立的话 我们用中观音程派的报奸来开始用给他 刺入他的愚痴的肚子里面了 然后哇 就打下去了 下面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也是如果能破除黑暗的话 那么这个灯火能遣除整个世界上所有的黑暗了 就是有这个过失 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这个比喻都干脆讲完吧 最后一个就是说出黑暗不成立 以三个方面来已经破完了 然后现在第二个问题 刚才比喻不成立分两个科判嘛 第二个科判当中以极其过分而破 那么这个呢 若灯能自照也能照与弊 暗也因自暗也能暗与弊 他说如果你们灯自己能照明自己 自己能照亮自己的话 那么如果灯火他自己能照亮 然后也能照亮他法 这是你们自己原有的观点吧 如果你原有的观点是成立的话呢 因为灯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的特点就是照亮 照亮就是他的特点 然后黑暗的特点是什么呢 黑暗的特点就是蒙笔 遮笔 遮笔就是黑暗的特点 如果你们说是灯的特点 他一方面自己能照亮 又能照亮他的话 那么黑暗也有这种特点 一方面遮笔自己 一方面遮笔他法 应该有这两种特点 如果有两种特点的话 那么黑暗自己把自己已经遮笔了 自己把自己已经隐藏了 自己把自己已经蒙笔了 这样一来的话 也能遮笔其他的法 也能遮笔自己有这个过程 如果承认的话 当然黑暗自己把自己已经遮笔了 所谓的遮笔看不见叫遮笔 这样的话 黑暗自己把自己已经遮笔了 那么黑暗已经遮笔完了 已经没有黑暗了 没有黑暗的话 晚上的时候也是不用拿电筒 因为黑暗把自己已经遮笔完了 这样的话 所有的黑暗自己把自己也遮笔完了 然后他也遮笔 他遮笔是我们可以说的 但是黑暗自己把自己遮笔完了的话 黑暗自己全部是没有了 有这种过程 断除过程的方法 我们在《成情报主论》里面也是学过 如果对方说是有些可以遮笔 有些不能遮笔的话 也是用前面的中观音成牌的三大不公音吧 依赖进行脖子的话 对方没有任何话说的了 所以这以上我们经部众 他用光明的灯火来比喻 一切方法自己也可以产生 他也可以产生 主要的根本认为是 法相不会有无穷的过失 他自己的法也可以产生 还有他法也可以产生 他在两个方面下定义的时候 我们站在中观的立场 然后就开始一一破斥他们的比喻 这个一一破斥 我们明天后天以后再给大家讲述 下面在讲义上过 大家过一遍 若必胜为生 而能生必法 如言真生事 必生可成理 他的原因这些都已经写了 如果对方有认为 虽然二者以前以后互相产生不能成理 根本生和生生 安住和本住这些 一切以后的产生是不合理的 但是儿子正生之时应该是可以互生的 他那个儿子正在之生吧 这个刚才也都已经讲了 应该互相帮助 好像隐身里面这样一个比喻 两个脖子 有一个脖子来比喻 他这样说也是可以吧 比如说 《国人版》里面 两父子互相护着 以这样来比喻 但这个比喻不知道意义是从哪方面举的 有时候稍微难懂一点 意思就是说你帮助我帮助你互相产生的话 刚才根本生他产生那个圣圣 然后圣圣又翻过来产生根本圣 他这样互相帮助吧 这种情况下可以产生的 那天我们讲一些 比如说四因当中 有时候有些相应因这些的话 他们都可以互相起相应的作用吧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产生 也是合理的 如果对方这样认为的话 那这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们破他们的观点 若按你们所称学 其常为产生的正在产生为前提 他还没有产生的正在产生作为根本圣 有根本圣也可以 我们把它认为根本圣作为前提 就能产生是自己的过 也就是说他的圣圣 因为根本圣当中产生圣圣 他这个法不是常有的 他可以产生自己的圣圣 但你们所称学的 正在产生的前提 刚才这个根本圣作为前提也可以 或者你跑到 从圣圣的角度来讲的话 圣圣正在产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过是根本圣 根本圣有这个反过来 这样讲 而十次过的产生能够成立的观点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多么很好 但实际上他这里也禁不起任何推敲的 你们虽然这样成立 如果你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在宋子圣僚好像跟什么说 刚才我讲的时候的语气可能稍微好一点吧 如果你们这种观点 你们自己的观点 如果成立的话 当然多么好 所以他的宋子的表面上意义的话 并没有直接妇忍他们 就以一个不满的语气来说 你们这样的产生如果成立的话 都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禁不起任何推敲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他一些有关 比如说先军论 其他清遍论师的讲义 他们当作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推的 他以这种推理的 所谓正在产生是属于未来的法 所以你们说是正在产生 但实际上我们的眼光来看 这是一个未来产生的法 任何已经产生的法 是没有必要再次产生的 因为如果他正在已经产生完了 根本没有必要再次产生 因为产生的行为已经圆满的缘故 所以正在产生绝对不是已经产生的法 是未来正在产生为什么呢 他的事业还没有圆满吧 他产生的事还没有圆满 所以从我们的眼光来看 你们说是正在产生 但是正在产生也可以说他没有产生 可以这样说 为生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事业没有圆满 事业没有圆满的话 他自己根本身的本体是没有成立 根本身的本体没有成立的话 那么郭仁巴是这样破的 他说 你们根本身的本体是没有成立 根本身的本体没有成立的话 没有成立的话 产生没有成立的话 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知道吧 意思就是说 根本身他自己的本体是正在产生的话 都还没有成立 还没有完成 他自己的本体都是没有成立的话 他还要产生一个你们所说的甚深 其他的法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十女的儿子产生 十女的儿子一样的说法 没有任何差别了 所以他自己的根本没有成立的话 那绝对不可能产生其他的法 所以这种说法也是完全是一种谬论 根本禁不起任何隐明的观察 未来的法现在并不是存在 那么你们所说的未来的这些法肯定现在不存在的 尤其所产生的果也是必定不会存在的 尤其是他未来的法 本来根本身也不存在的 根本身当中所产生的这个甚深更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同明年的说成不能解决现在的饥饿一样 明年的庄稼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呢 根本不可能 这是未来的产生 同样的道理 你们未来的产生现在来互相产生的话 那他的本体 事物的本体不存在的话 所产生的因果是从什么地方弹起的呢 根本没有的 以此你可以类推诸法等等 诸法他们也这样讲的正在诸法的东西 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未来的诸诸安住的作用 安住诸诸 然后正在灭法的东西 它能灭什么呢 未来的灭灭 它以这样来推的 但这个以我们前面的方式来推的话 完全都是相同的 根本不可能成立 这是讲前面的第一个问题 一对离国之大大富和折迫 分两个方面 如当能制造 也能造业弊 生法亦如是 自生亦生弊 如果对方认为神诸灭法 并不需要其他的有为法的法相 神诸灭 所以没有无穷 或者是成为有为法的 神诸灭也成为有为法 就是这个意思 神诸灭变成无穷和 神诸灭还有有为法的法相 过失是没有的 他对方这样来 如同灯火的自性是光明的 所以能照亮自己的同时 也能照亮品质等等其他的作用法 同样 生法的自性也是如是 所以也能同时生起自生和他生 他们认为上面的过失是没有的 这是对方的观点 下面 折迫 避于不成理和意义不成 欺义不成理 欺义非理 分两个方面 基本上跟曼芬勒伯奇的分法 今天我分法基本上是差不多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稍微 根据其他的教义来再细一点吧 宗喀巴大师 郭仁巴和海亚 其他的有些根据这样的话 在我们科盘是比较重要的 相当于第一个不与不成理的话 能辨不可得和极为过分 分两个方面 能辨不可得 刚才我分的是照亮或者遣除黑暗 这个是他的能辨 这个就是不成理的意思 然后第一个能辨不成理 灯中之无暗 足处也无暗 破暗来明照 无暗则无照 灯火自身 以及灯火所在的 以及其光明可以编辑所处 是没有这些黑暗的灯火它自己本体上 然后灯火所在的地方 以及光明可以编辑的这些地方 凡是黑暗肯定是没有的 只要灯灯能照亮的中间 灯火黑暗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灯火又如何能照亮呢 只有去除黑暗 去除黑暗才能按理为照亮 什么叫做这样呢 它去除黑暗就叫做照亮 但是去除黑暗的话 我们灯就是存在的同时开始进行观察 存在的同时进行观察的话 那么灯它自己本身 它所着急的地方 那么哪里都是没有黑暗 没有黑暗的话 那么它去什么呢 它就根本没有 它当或存在的同时 我们很多人的想法 跟这里面移民的 有些地方中观有这样的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见所为 完全都是很多都是相位的 那么我们说是称为是有的话 中观可能称为是没有的 我们认为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凡夫人 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前世何世不存在 然后清净刹土不存在 那么佛教里面往往都是认为 这些道理来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存在的清净不清净 现在诸子瓶子等等 这些在名言当中也是清净观察的话 不存在 所以说佛教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接受 一学佛的时候你这个人真的发疯了 这样的 有些人他不信佛教的时候 认为是我们学佛的人发疯了 然后最后他自己也是在自己的身上 比如说出现很多疾病 遇到一些灾难 这个时候他就求我们佛教的保佑 听说你们也是不是有一种办法 这是我们实现生活当中经常也看到吧 首先他们认为我们是颠倒的 但后来他真正在自己切身利益当中 有时候实在是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就开始找我们 我们这里有些金刚道友 原来出家的时候 原来到学院的时候 认为你是发疯了 就根本不理解 后来他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过 而且我们的生活也过得比较而言 没有像他那样痛苦的 整天都可以在佛法的熏陶当中过生活 应该说是有些有限自在 逐渐逐渐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发疯了 但这是为什么这样呢 而世人确实是不知道这样的深奥的意义 我们迷乱众生经常是把有的看作为没有 没有的看作为有的 这些都是我们颠倒所者 因此平时一些深深的道理应该以较量为主 这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皈依三宝的人 希望在自相续当中不要生起那个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佛经不对 这样的邪见对我们皈依佛教徒来讲是非常可怕的 乔摩仁波切在他的《善法》里面是这样讲的 他说 修成皈依的界限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虔诚的祈祷或者供养三宝的时候 即生当中如果没有能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 但知道自己的业力先坚持 三宝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对他不生起邪见的话 这也是一种皈依的界限 我们自己也是有时候 好像祈祷三宝一点起不到作用的时候 就认为是不是三宝没有加持 在名言当中如果生起这样的邪念的话 这叫做皈依三宝的界限还没有达到 真正是你已经皈的意 而且这个皈依已经成熟的时候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对三宝根本不起任何邪念 而且全部成为修行当中的助缘 说明是修持皈依已经到达了界限 我们很多人皈依都是念十万篇的 有些是念十万篇的也是有的 但是皈依光是说 口头上这样念也是 当然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麦彭仁波切说是 怨三宝的功德 以无其法来怨它的话 这个功德是不会耗尽的 肯定有功德的 但是真正的皈依的界限 在自己心里面真正能生起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 全部认为修行的助缘 对三宝有不可思议的信心 始终不生起邪见 这是皈依的一个界限 那么菩提心的界限是什么呢 菩提心的界限也是 乔美仁波切的《善法》里面说是 不管是遇到任何一个众生害自己 比如说他在说谣言或者是杀你 或者是经常害你的话 然后不断对他不起称害 而且全力以佛地想对他帮助 今生和来世获得菩提果之间想帮助他 那么这个说明发心已经到达了界限了 发心已经到达了他的要求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很多人认为 我是肯定大圆满的瑜伽士 但是别人稍微说一点谣言 别人稍微嗨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拿着倒着 就开始说 哎 这个人是真的 这个人真的真的 那么说明我们菩提心 如果菩提心和皈依都还没有究竟的话 其他的境界确实是有点难办 自己都是应该想起 乔梅仁波切的意思就是说 真正发菩提心在自己相续当中界限 这个界限看别人今天就是害你 说你的无缘无故当中 开始天天地害你 天天害你的时候 你不断地不恨他 也不愿意报仇 而且一定要愿我今生来世的三个人回向给他 平时接触的时候也是 你老人家非常感谢 我们有些不是特别感谢地用讽刺的一切 你老人家非常感谢 通过你的加持 坎波也是在课堂上批评你 以后希望你不要到我家里来 不够 这种菩提心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想我们有些会不会有呢 这样的话 这种不叫菩提心 此等真生时不能寄于暗 因何等生时而能破于暗 如果对方认为 虽然通过观察灯火驱逐黑暗的论点 是不合理的前面 但必须以灯火能驱逐黑暗 如果不能驱逐黑暗 则同瓶子等等一般 即使存在灯火也不能驱逐黑暗 我们也可能很多人讲吧 观察的时候都是确实灯火驱逐黑暗 都是看前面也是同时 非同时的情况都是没有的 但是不管什么我们总要承认 这个点灯就是驱逐黑暗 不然的话好像放瓶子和放灯火 就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话拿照明灯没有什么用吧 也不能驱逐黑暗 但这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说不能驱逐黑暗是不可能的 确实有了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说又可以驱逐黑暗的 那么品质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在灯火产生的同时也应该可以驱逐黑暗 他们认为是同时驱逐黑暗 我们也认为是同时吧 屋子里面有了照明灯的时候 马上就黑暗就没有了 肯定同时这样认为的 但是下面观察的是 但是只要二载当中其中的一载存在 另一载是根本不存在 同岛屿与黑暗 太阳的光芒 或者说昨日的明黑与灯灯一般 那么昨天的黑暗和今天的灯灯不是同时吧 那么岛屿当中的大圆门前行里面也是 岛屿里面有很多年自己的身体都是看不见的 自己手的身处看不见的这样一些黑暗的世界吧 那么这些黑暗世界当中和光明 根本不可能说是同时吧 同样的道理就是 所以黑暗存在的时候光明不存在 光明存在的时候黑暗不存在 难道可以说同时吗 根本不能说同时 在灯火产生的同时根本无法触及黑暗 因为在灯火上未产生的时候虽然存在黑暗 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的 灯火还没有的时候都是可以 但一旦灯火产生之后 黑暗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在黑暗存在的时候 灯火也是无中无印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不会有的 没有有的 有怎么可能在灯火产生的同时去除黑暗呢 就绝对不可能的 同时遣除是不可能的 既然没有同时的话 灯火和黑暗从来没有接触过 没有接触的方式来遣除黑暗吧 如果对方这样认为的话 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其实前面的那个疑问题全部提在前面就比较方便 灯若危急暗 而能破暗者 灯者欲此间折破一切暗 如果灯火不能处击黑暗 也能遣除黑暗 这个问题的话 孟仁波切在《中观中文论》里面 比如说智慧遣除无明 定界遣除争议 但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广 也就是说 或是瑜伽限量的时候讲得比较广 到时候我们再宣讲 那么严根无需接触色法 也能寥寥再磨 然后磁铁无需接触适当的范围内的铁窝 也能可以吸附一斑 他这些没有接触也是实际上有很多吧 比如说眼睛没有接触色法 也是可以看见的 智慧没有接触烦 也是可以断除的 还有磁铁没有接触铁 也是可以通过一段距离当中的铁 它可以吸引的 所以说虽然不能接触 但一样也可以去除黑暗 光明和黑暗虽然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也可以 但这些能力锁力已经完全得通 所以还是无法成立的 因为它是大体的缘故 大体的缘故的话 我们前面的推力一推就很容易 那么下面是极为过分 若灯能制造 也能照于毕与 自暗也能暗于毕与 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 因为灯火具有照亮的功能 所以可以遣除自身于他法 那么黑暗也是有毫无疑问的 它自己已经有能够遮蔽黑暗的自身 以及品质等其他物的功能 它具有这种功能 因为黑暗具备遮蔽能力的缘故 如果这样程序的话 那么黑暗已经不复存在了 它自己已经遮蔽了自己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个世间上很多害怕黑暗修电厂 花五千万这些现象根本不需要的 但是这个明明不合理的 因此宗喀巴大师也是在讲义里面这样讲的 如果世间人们不承认 光明肯定遣除黑暗 如果这样认为的话 一方面说世间人并不是正量 就这个角度来可以这样讲 一方面我们中观破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世间人所看见的迷乱的现象 迷乱的现象没有破 不破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迷乱的这些现象 你不破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好像似乎存在的 但是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也没有必要去破它的 中观破在生意绝对的时候 生意绝对的时候必须要破 破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断除众生的实质 而且就是决策诸法的本体 决策诸法的本体和断除众生的实质的时候 一定要破除一切万法的实有存在 但是世间人们可能不会承认的 我们说当佛不能遣除黑暗的话 今天可能一百个人开始说 怎么怎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这样说的 但这个实际上是他们未经观察的过程当中 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在他们面前也确实有迷乱无名的因 然后也会这样显现的 但是他们是显现的不正确的 他们说的也不正确的 他们如果也精心去跟我们一样的 这些实际人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去 还是要闻思那个宗观去修行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确实是灯火遣除黑暗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这一点他们也会认识的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善知识 所以对中观的这些生生道理他们都不懂 不懂的时候 就不得不随身世间的愚痴之人 因此观察深一地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世间愚痴的人当作正量来衡量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也是应该按照宗科巴大师的教言一样去对待 在未经观察的 随着这些世间人工人 农民 尤其是电厂里面的这些人跟在一起说的时候 等照亮黑暗 大家都是工人的事情 但是你真正是随着中观音程派的论师们去说的话 经过观察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你深深地认识到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实际上并不是 是真正维持生活的一种方法 只不过是一种迷乱的现象当中 这个混日子应该对这个道理有个深深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是不是讲得多一点 本来今天讲得少一点 但是反而迷乱的现象当中讲得多了一点 下面我就出个文大题吧 第八大题 本身和深深同时生有什么过失 就是第八个问题 本身和深深同时生有什么过失 金部宗怎样承认有违法的产生 刚才灯火的比喻他们的观点 金部宗怎样承认有违法的产生 他以灯火的方式来自生他生就这样承认的嘛 然而第四个问题 刚才金部宗这样承认有违法的产生 第四个问题呢 中观论师用那几个方面来驳斥对方的比喻灯火遣除黑暗之力 中观论师用那几个方面来驳斥对方的比喻灯火遣除黑暗之力 就是灯火遣除黑暗之力 中观论师这样用几个方面来驳斥对方 比喻灯火遣除黑暗之力 这是十道题 十一道题 若灯不能遣除黑暗 难道没有世人的绩效吗 对此如何回答 刚才我引用的宗喀巴大师的教言应该很好 若灯不能遣除黑暗 难道没有世人的绩效吗 对此如何回答 若灯制造 则黑暗自闭的推力如何运用于世间中 如果灯自己照亮 黑暗自闭 黑暗自己遮蔽自己的 这种推力如何运用于世间中 若灯火制造 则黑暗自闭的推力如何运用于世间当中 这个还是带有一种发挥性的 我们前面讲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这个如何运用于世间当中 自己有时候还是要思维思维 不然一直抄讲义也是有时候不叫做作业 我们小修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做作业的话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发挥题 光是抄前面的课本上的话 那学生就真的特别好过了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看看一下 这些问题还是一直在来的 尤其是流氓的 尤其中一个阵数 你能意识和感觉 尤其是流氓的 那些文字 尤其是流氓的 尤其流氓的 尤其是流氓的 尤其流氓的 尤其流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